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艾佳 这个时间大家肚子饿了吗 最近呢我在整理我家厨房的时候呢 发现了 红烧牛肉罐头 而且它到期日其实剩两个月而已 所以呢我打算把它做牛肉炒泡面 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会买一些罐头 然后囤起来就放到忘记 所以呢这次就来做简易的料理 分享给大家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我们准备的材料吧 好的我们材料已经准备好了 先倒一点油 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我们要先来炒洋葱跟红萝卜 洋葱因为我们家零食只有找到紫色的洋葱 不然用一般的洋葱就可以了 然后红萝卜呢是因为做风格的副食品剩下来的 所以基本上呢看你要不要加 今天的料理就是非常的随意 以自己的喜好为主 先把洋葱跟红萝卜稍微炒软 已经稍微炒软了之后呢 我们放入我们的牛肉罐头 其实牛肉罐头品牌很多 然后我个人是第一次吃这个牌子 我常吃耶 真的假的我没吃过哦 我以前常吃耶 这个牌子的牛肉罐头 非常老牌 我是准备大概500cc的水 水都把它加下去煮 让它煮滚 现在呢它已经滚了 我准备的是高丽菜 看个人喜欢吃什么菜都可以 真的什么菜都可以 家里有什么菜就给它放下去 然后我们放入泡面 泡面呢看你要选什么面也都可以 因为这个比较便宜 然后把调味粉拿起来 把面煮软 你这一招是哪里来的啊 忘了 我拍那么多影片下来我发现就会会料理 是不是 对 但是很难超越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自己讲 哈哈哈哈 哎哟 已经差不多了哦 看起来很澎湃 看起来很澎湃耶 把面炒软就可以了 好了 非常简易的 牛肉炒泡面呢 快完成了 快完成 我们还有一些步骤 但是我先试一下它的咸度 好吃吗 非常的 重口味 你吃一口看看 真的假的 我觉得真的不用再加任何调味 就是光那一罐罐头 然后泡面调味千万也不要再加进去 你试试看 怎么样 非常点重口味 它有点过咸耶 我刚才有在加一些水 这样啊 葱淡一点 没想到 那个牛肉罐头 这么重口味啊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撒上一点葱花 放上 谈 放上糖心蛋 完成 我们的 超快 超豪华 超豪华 牛肉炒泡面 好我们要来开动 前后真的料理的非常快 我大概只有料理 10分钟吗 10分钟差不多 10分钟 就像前面煮滚了 然后在后面5分钟 对啊 非常非常的简单 看起来很美败耶 看起来很美败耶 我觉得 它还可以再煮更大锅 以它的咸度来说 就是说以这一罐牛肉来说 对 以这一罐牛肉来说 有什么事 你要为他吃什么 你要为我吃车 小车车 人家现在要吃面啦 你要我们给大家看 拍摄画序吗 你刚做了什么蠢事 你刚做了什么蠢事 其实在拍影片之前 我刚才那一杯 备好的水 它把我打翻了 所以地上撒了577的水 刚才已经脱过地了 我这张真的 好吃耶 而且我觉得蔬菜可以再加多一点 而且我这样饭量应该可以 几个人吃啊 三四个人吃吧 因为我放四包泡面 所以应该至少 三四个人吃是没有问题 那如果蔬菜啊 什么再加多一点 对 我觉得菜可以再加多一点 而且里面还有牛肉块 对啊 好烫 不过我觉得罐头的牛肉块就是 比较柴一点 满柴的 我比较客气 可能是平常 我都吃那种调理包的牛肉面 它那调理包的牛肉面 牛肉块其实很嫩 这种罐头的牛肉块 嗯 不太幸 而且我今天准备的材料是 基本上我们家里都有 或者是风哥做护食品吃一下的东西 我觉得配糖心蛋黄很棒耶 去不然家里会有糖心蛋吗 嗯 会啊 好吃多一次买就一袋啊 哦 然后好吃多 也不一定要加糖心蛋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买那个牛肉罐头 因为帮好久了 当时是我想吃吧 可能是 嗯 嗯 嗯 风哥现在已经躺在后面的鸡腿上睡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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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呢 一定会有人问我 这个锅子是什么的锅子 因为这个问题真的很常有人回答我 我的锅子是Buno的 其实有兴趣点呢 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好啦 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 就是这么简单的料理就分享给大家 然后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 记得帮我按赞 按订阅还有开铃铛哦 然后记得要分享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